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更享受去计划一趟旅行 让我更有想象力找到行动的力量 观点和你一起共享 我是Ean 我喜欢阅读 更喜欢思考能为这世界做些什么 给予和分享使我得到的更多 今天我们来聊一个主题 这个主题是每一个基督徒都知道 应该要做的 可是却做起来的时候超难的 就是饶恕 这个真的很难 每一个基督徒都知道 要饶恕 在教会讲台上面 牧者都会告诉我们说 基督徒要饶恕 因为耶稣也饶恕我们 可是说真的 饶恕感觉起来是一个很困难的事情 你对饶恕有什么样的一个体验 因为要饶恕很难的一件事情 是其中 大部分的时候是没feel的 对 你心中就还是在生气里面 真的因为有些人他们说话伤了你 他们做的事情伤害了你 而且更糟糕的一件事情是 他们自己从来都没有来跟你道歉 他们也没有觉得自己犯错 甚至自己好像根本就搞不清楚 他曾经做过这件事情 然后有时候我们就站在心里在那边 气啊 气啊 每次看到他就好生气 而且其实很多的时候当牧者在台上说 要饶恕 因为耶稣说要饶恕七十个七次 然后某种程度 其实每个基督徒都做过饶恕的祷告 对耶稣我应该要饶恕 所以我饶恕他 可是就像刚刚你讲的 我饶恕他的祷告完之后 下次看到他 里面还是有很多的情绪 有很多的感觉 所以到底饶恕是怎么一回事 这样的一个祷告到底有没有效啊 对 有些人的不饶恕是非常负面的 他的情绪很糟糕 但是有些人的不饶恕 却带出一些看起来有点正面的东西 我懂你的意思 意思是说因为他想要报复 因为他觉得要证明别人看 所以他发愤图强 然后尝试去做一个什么 不是什么基督三恩仇记 就是这样 因为很多人他们失恋之后就说 我要找到一个更好的男孩子 来证明我可以过得比你好 我下一个男孩子比你更好 所以有些人他的这个不饶恕 看起来好像 好像有点上进的东西 不过其实也不是这么好的 所以其实我们从头来思想一下 到底饶恕这个东西 我们需要来回溯到 为什么需要饶恕 因为我们里面受伤 那这个伤 当耶稣讲到饶恕的时候 其实很特别 在马太福音第十八章 他用一种关系来表达 当人与人之间经历到伤害的时候 他用一个财务的一个负债的关系 来表达这个伤害 为什么 因为当伤害造成的时候 某种程度是 当我在感情上面受到伤害 那个伤害带给我的一个影响是什么 它其实是从我身上夺走的一些 本来是属于我的东西 例如像是可能是安全感 可能是自信 可能是我对人的信任 喜乐 可能是我的喜乐 等等这些的东西 可是因为这样的一个互动 所带出来的伤害 我过去可能对人信任 我现在没办法对人信任 我过去有很深的安全感 现在我变得非常的焦虑 不安全 很深的不安全感 为什么会有不饶恕 就是因为你拿走了我的东西 我觉得你欠我 所以耶稣在讲这个饶恕的时候 其实从一个角度来讲 他用一个方式来表达 就是饶恕是什么意思 就是过去你欠我的 其实你不用还了 所以有点像是你跟我借钱 然后我们签一个借句 当我要饶恕你的时候 其实我把那个借句撕毁 就是意思说你亏欠我的 你不用偿还了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东西 所以从一个角度来讲 你会发现 饶恕的一个前端需要做什么 因为当我要撕毁这个借句 我需要知道你欠我什么 可是你发现 刚才我刚才提到的 很多时候我们 当牧师叫我们一起祷告的时候 说要在意志上面做一个决定 饶恕他 然后很多时候我们说 有没有祷告 有 为什么看到他还会生气 很简单 就是因为我们的祷告很笼统 耶稣接下来讲了一个故事 因为彼得来问他 不要饶恕人几次 彼得讲了七次 耶稣回答是七十个七次 接下来耶稣讲这个故事就是 一个仆人欠了一千万两因 一个主人在算账 其实饶恕的前提是要先算账 可是这个算账跟你想象的算账 就不一样了 因为我们觉得我要找他算账 不不不不 这个算账是我需要知道这个人 到底欠我多少 欠我多少 我举个例子 比如说今天假设我到教会里面 然后我可能在讲道的时候 把我的皮夹放在一边 有个弟兄看到我的皮夹在那边 然后他有点软弱 他就把我皮夹拿走 我里面刚好有三千块 然后圣灵催逼了他 他感觉到知罪 所以他隔一个礼拜说 诚哥训证牧师不好意思 我上礼拜其实是我偷了你的皮夹 那我现在拿回来 那他也跟我道歉 我打开我的皮夹 我一看 三千块没了 那我就说没关系 我原谅你 那我的那个原谅其实是值多少 值三千块 可是他没有告诉我的事 他这个礼拜不只是用了三千块的现金 他还拿了 他也偷偷刷卡 对 我里面信用卡 因为信用卡刷跟没刷 其实看不出来嘛 什么时候也看得出来 下个月账单来的时候就知道 所以我之前有没有饶恕他 有 可是当下个月账单来的时候 哇 竟然还有道歉 就变得更生气了 更生气 为什么 因为我之前 那我有没有饶恕他 有 可是我的饶恕值多少 值三千块 所以意思是说 当我们要来进行这个饶恕的时候 其实算账是很重要的一个步骤 这是为什么有的时候 圣灵当要帮助我们饶恕的时候 他会让我们想起过去所发生的事情 那这个东西其实对大部分人来讲 是我们会很抗拒的 因为太痛苦了 对 那个伤痛好像要重新再挖出来的时候 可是这个其实是要在饶恕的过程当中 它是必须要发生的 才能够让我们真实经历到饶恕的大难 John 你讲的真的非常好 尤其你讲到关于 圣经里面是有讲到欠债这个事情 我想到主导文里面这样告诉我们 他说免我们的债 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 对 所以其实在信仰里面饶恕是很重要 我们请我们祈求神饶恕我们赦免我们的罪 正如同我们也要这样子去饶恕 去赦免别人的过犯 别人得罪我们的地方 所以其实这个在我们的信仰里面 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现在饶恕的一个关系 其实他接下来告诉我们是什么 这个故事很特别 他讲到后来这个主人 看见这个仆人欠他一千万银子 OK 这个仆人没有办法偿还 然后他就哀求 然后主人就说 好 那我就豁免你 你的债务 然后这个人后来出去看到一个 欠他十两银子的仆人 然后他就掐着他的脖子 说你一定要还 不还我就把你丢到监牢里面 知道你可以偿还 其实这个互动的过程 其实蛮匪夷所思的 因为这个人才刚刚经历 一千万的赦免 可是却为了十两银子的债务 他不放过这个人 我就发现一件事 其实这个伤害 其实是一个很主观的经历 这个伤害的大小 对于每一个人来说 是一个非常主观的 所以我就明白一件事情 其实伤害的造成与否 跟对方做什么 或者是没有做什么 没有太直接的关系 你这个讲法很好 其实有些人 其实只是对方说 无意间说了一句话 可是因为我 我非常听进去这句话 所以有些人说 其实我们会受伤害 其实是我们允许这个事情 如果我没有允许这个事情 如果我没有把 他讲的这句无心的话 想得在我头脑里面 反复想 反复想 觉得他背后的动机 一定是怎么样的 所以其实我不一定会受 这么大的伤害 所以没有错 其实你会发现 这个主人豁免一千万 好像是豁免十两一样 这个仆人去追究十两 好像是追究一千万 好像是这个人 杀了他的父亲一样 好像欠他的一千万两一样 所以伤害的造成 其实跟对方所做的 或者是没有做的 没有直接的关系 其实是我们对对方所做的 或者是没有做的 一个判断也好 或者是我们所下的结论 我举个例子 我是小留学生 我们去美国的第一年 其实是我们全家一起去 我父母亲他们安息年 他们去美国进修 所以我们全家一起去到美国 我那时候十二岁 进修完一年之后 后来我的父母亲他们祷告 然后他们觉得有这样的一个带领 但是他也问过我跟迅光牧师 说你们接下来想回台湾还是留在美国 那我们回答都是想要留在美国 可是后来的发展是这样的 后来留在美国 那因为我们之前是住在洛杉矶 那其实英文学的不是很快 因为很多华人 那后来所以我妈就说 那你们要不要去东岸 美国东岸 跟我妈妈的姐姐住 就是我的阿姨 那我们说好啊 可以学英文 可是这个阿姨是我们从来没有见过的 所以我在13岁14岁的时候 我就住在我阿姨家 寄人篱下的那个感觉 我好清楚 我还记得我妈妈那一天带我们去了 后来那天她要飞回台北的时候 那个感觉我都知道 可是在我里面 我的主观的体验是什么 其实是我想要留在美国 可是我主观的体验是 过去我也是有爸爸妈妈的 可是今天我是寄人篱下 我是住在别人的家里面 我从那天开始要看着别人脸色生活 我过去是有父母亲的照顾陪伴的 今天我现在的我是没有的 所以我很清楚知道 是我选择留下来 可是我的主观的感觉是 我的父母离开我 再讲重一点是我的父母离弃我 因为那是我的感觉 所以我对这一个事件 其实我里面是有伤害的 可是那个伤害是真的 我父母亲离弃我吗 其实是我对这整件事的一个解读 跟我对这整个事件的一个判断 所带来的一个伤害在我的里面 所以其实John你是不是想试的告诉我们说 当我们要去饶恕的时候 其实我们必须要去调整我们内在看事情的角度 我们必须要去调整我们看事情的视野 我们的想法 内在里的想法必须要改变 没有错 或者甚至我们可以这样讲 其实这个伤害 很多时候我们会觉得我是受害者 这个事件造成了我的伤害 可是当我明白说 其实我不只是被动的被伤害 其实我这个伤害的造成我也有责任 为什么 因为我的解读 我的眼光跟我的角度 让我受到伤害 我想很多 有的时候我们可以因为一个人的眼神受伤 可是他的眼神可能只是飘过来我这边 那我就觉得你是看不起我吗 对不对 我们看见很多的冲突 人家在路上这样 对不对 他看我一眼 对 他看我一眼 他瞪我一眼 我觉得你在 你是什么意思 你挑衅我 那对不起 他有没有挑衅你 这个是你个人的解读 那你要为那个伤害个人的部分 意思是说 其实当我们在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 你要知道一件事情 其实我们的伤害我也有责任 所以你会发现 即便是在一个不好的环境当中 兄弟姐妹对不好的环境的一个反应也很不一样 有的一直在伤痛里面走不出来 有的可以走出来 而且他的人生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 为什么 因为他们对这个事件的解读跟眼光不一样 所以John你刚刚告诉我们两个非常重要的事情 而且对饶恕是非常有帮助的 第一个就是对于别人给我们的伤害 或是别人在我们生命当中造成的困扰 有一个非常清楚具体全盘的了解 因为我们必须要在这样客观 清楚的了解之下 我们才能够真实的给出那样子的饶恕跟赦免 第二个很重要的其实也是 你在告诉我们说 我们要来调整我们内在的认知 因为很多的伤害 其实是我们自己的认知的问题 说不定别人不一定有这样的意思 而且事实上还有另外一个事情 是这个东西放在我们的心里面 就好像这个东西会在我们里面酸掉 会发臭 就是一个不健康的东西放在我里面 不新鲜的东西放在我里面 它就越来越延伸 以至于到最后我看这个人 所做的一切 所说的一切 都是个问题 那么我还想要再增加几个关于饶恕的 饶恕很重要的重点 第一个饶恕事实上 它不是一种感觉跟情绪 也许有些人是在聚会当中 他被神触摸 他觉得他很想要饶恕 不过大部分的时候 在我们做饶恕这个决定的时候 不是一个感觉 不是一个情绪 饶恕事实上是我们的选择 所做的一个决定 第二个很多人就讲说 你要这个 forgive and forget 就完全忘了这件事情 不过说真的很多时候 饶恕也不等于忘记 我们没有真的忘记 好像对神饶恕我们 神说他是不再纪念 我觉得神可能不会 忘记我们所做的事情 可是神是不再纪念这个事情 那么饶恕事实上 也不是等于说为他找借口 很多时候我们的饶恕 饶恕就是为他找借口 那饶恕也不是等于纵容一个罪恶 不是我们允许他 对 就好像 有些人在婚孽当中 然后另外一个人他一直用 暴力的方法来对待你 我曾经收到一封信 有人问我 就说他的孩子的男朋友会打他 他的女儿就想要跟这个男生分手 然后后来这个男生就跑到 有一天跑到他家里面求复合 然后可能这个女生 他不是很愿意 然后就在他家的门口 他又打了他 这个男朋友又打了他 要求复合 然后说他错 可是这个男生真的 他是一个完全情绪 完全失控的人 他真的有些需要专业的帮助 协助的地方 可是问我问题的这个父亲 他就说 我觉得我们是不是就是要饶恕他 我们是不是就要饶恕他 可是我看到我的孩子这样子 我真的觉得内心里好心痛 我说饶恕 在我们心里面的饶恕 跟用一切的方法来保护你的女儿 这两个事情是不是 就相冲突 是 有的时候法律可以保护你的女儿 法律也可以让那个 你女儿的那个男朋友 他知道一件事情 他所做的事情是错误的 这个是不符合社会的规范 这是不符合 这个是政府 这是社会上不能够接受的行为 所以你知道有些时候 饶恕一个人也不等于是 我们就纵容这个罪恶 饶恕更不是委屈跟压抑我们自己 很多人就说饶恕他 就代表我什么都不能够讲 我的看法不重要 我的想法不重要 饶恕就代表我这个人毫无价值 我只能够原谅他 其实饶恕不是这样子的 我想到甘地讲过一句话 我们都知道甘地是一个 他是这个不合作运动 他是用和平非暴力的方法 然后从最后带领印度 来独立的一个重要的民族英雄 那么甘地讲过一句话 他说弱者永远不会饶恕 他说饶恕是强者的特权 你知道吗 真的 饶恕不是我压抑自己 我只能够纵容对方 然后我只能为对方来找借口 我想到圣经当中的约瑟 你知道约瑟他的哥哥们 对他所做的 嘲笑他 羞辱他 然后最后想要杀他 最后把他卖去当奴隶 然后以后来又被冤枉 又关到监牢里面去 可是当最后一天 当上了埃及宅相 他的哥哥们 都来寻求帮助的时候 他饶恕了他的哥哥们 因为在他的里面 他的灵里面是一个刚强的强者 我想神能够饶恕我们 原谅我们 祂不是一个弱者 祂是最刚强的 祂可以来原谅 饶恕我们 饶恕对我们来说 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那当你饶恕不是这些 那饶恕到底是什么呢 因为我们刚才讲到一个观念 就是伤口 对不对 那伤口要愈合 我们讲到伤害 那我们后来如果讲伤口要愈合 其实很重要一个动作 今天一个孩子 他跑步跑步不跌倒 受伤 然后跑来找妈妈 妈妈做的第一件事 是帮他这个伤口要怎么样处理 洗干净 对 洗干净的目的是为什么 是为了消毒 对 没有错 所以伤口需要消毒 那我们心里面的伤口呢 其实也需要消毒 需要消什么毒 苦毒 伤害造成之后会有苦毒的 所以其实在进入到饶恕之前 苦毒一定要先消毒 因为希伯来说会告诉我们 不要让苦毒的根发展 长出来 所以这个 那苦毒怎么消毒 其实基本上有两个东西 我们需要去消毒的 第一个是什么 第一个是当我们受伤的时候 刚才你其实有提到这个逻辑 其实受伤之后 我们会有一种受害者的心态 那这个受害者的心态 其实是一个毒 为什么 因为人会享受在这个受害者的心态里面 因为受害者的心态赋予人一个 为所欲为可以报复对方的一个渴望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经历过 我以前受伤的时候 我其实很喜欢去跟别人讲我的伤痛 或者是曾经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情 因为我每一次分享的时候 我就可以立刻拥有大家同情的眼光 我立刻可以成为大家安慰的对象 所以某种程度 就是他现在的词叫做讨拍 所以其实某种程度 其实有一些人他真的想要走出这个伤痛 其实他还没有预备好 因为他放不下这个受害者的心态 因为欠债 因为我们讲到伤害是欠债 欠债还钱是天经地义的 哪一个讨债公司需要躲躲藏藏的 都是欠债的要躲躲藏藏的 所以他会觉得说 你欠我的你本来就应该还我 我可以报复你 我可以要求什么 我应该怎么样 所以某种程度 这个毒一定要先解决 一定要先清理 意思是说我要能够放下受害者的心态 甚至说我拒绝用受害者的心态 来慰藉我自己 这是第一步骤 第二个毒是什么 很多的人在伤害造成之后 有另外一个毒素进来 他苦毒不只是对伤害他的人 他会苦毒神 因为他觉得神 你为什么允许这些事情发生 这句话本身其实就整个的逻辑是错误 因为圣经上说 盗贼来是偷窃杀害毁坏 耶稣说我来是叫羊 叫人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 所以我们常常把盗贼所做的 跟神所做的弄毁了 当我们说神为什么 当我们说为什么你允许的时候 其实我们是把这个矛头指向谁 指向他 好像这个伤害其实是神做的 那你说这个东西会有什么问题 当我们有这样一个苦毒在我们里面 产生对于神的时候 你会发现 神通常他渴望抑制我们 他也乐意抑制我们 他也爱我们得到自由得到恢复 可是问题是什么 你可以想象今天你有伤口 然后你去看医生 然后医生要来靠近你 要为你包裹你的伤口 为你涂药的时候 你说医生你不要太靠近 那为什么我会这样讲医生不要太靠近 因为我们常常神要来医治我们的时候 我们说神你不要太靠近 为什么 因为当我们对神苦毒的时候 其实我把神的医治的时候 当作是盗贼偷窃杀害的手 同一个手 我的认知如果觉得这个是他造成的伤害 他要靠近我的时候 我会自然的会往后面推 因为我害怕 我害怕 我不可能会向那个手敞开 因为如果我觉得那个伤口是他造成的 那个手只要靠近我 我都会紧张会焦虑 这是为什么很多的基督徒 你会发现 他们的伤痛可以跟随他们 十年 二十年 三十年 老基督徒还在苦毒的里面 不是因为神没有能力医治 是每次神要医治的时候 他们立刻跳开 为什么 因为有一个毒素在他们的里面 那个毒是针对神 所以其实很多的时候 我们需要明白一件事情就是 当我要经历到神的医治跟恢复之前 我需要先消毒的 这个受害者的心态 跟我对神的一个误会 我需要先放下来 我才能够让神医治我 就像我们不会对医生说 对不起 请你离我五公尺 然后来帮我医治 不可能 你要叫医生发工吗 不可能 他一定会靠近你 然后碰到你的伤口 可是伤口是最敏感的地方 我要允许他碰我的伤口 我一定要能够对他 有一个正确的认识 让你分享这个 让我想到圣经当中的一个故事 你知道其实每一个人 不管你是在属灵的基督徒 在刚强的基督徒 每一个人都是有情绪的 每一个人都会有软弱低潮的时候 也有每一个人都需要面对 去饶恕别人的时刻 譬如说圣经当中的先知以利亚 以利亚行了很多很多的神迹歧事 可是他醒了这个神迹歧事之后 牙哈还是没有悔改 耶喜别人还是没有悔改 所以他的内心里面 到一个地步 他里面有愤怒 有不平 有苦毒 他就说罢了 算了 我不要服事了 还想要自杀 神请你取我的性命 而且他最后就把 他就一个人走到沙漠旷野 你觉得那是非常危险的一件事情 真的是生命会有危险 他就说罢了 求你取我的性命 我不胜于我的列祖 他跑到那边去 神对他多好 神在旷野里面给他一棵树 在里面遮阴 你知道有些时候 我们在里面 我们在我们的情绪里面 会很任性的 他就说我要死 可是好奇怪 他说他要死 可是他就躲在树下睡着了 他又躲在神给他树下睡着了 神又给他吃饼 又给他喝水 又让他休息 神其实是保养顾惜他 等他起来之后 神就跟他说 吃了喝了睡了 吃了喝了睡了之后 神就说你起来 到神的山 到河立的山见我 到那个地方去 神就说你在这里做什么 然后这个 伊利亚就讲说 我为你大发热心 结果这些人 他们要拿刀杀你的先知 他们要追杀我 然后后来 神就用彰显他的能力 有崩山碎石的大风 有一个 有撼动这整个地面的地震 然后有烈火出来 还有一个微小的声音说 伊利亚你在这里做什么 伊利亚她说 我为你大发热心 你看他们用刀杀你的先知 他们现在追杀我 其实伊利亚在面对的事情 就好像你刚刚讲的 她也有一个受害者心态 她觉得只有我一个人在服事主 我这么大发热心的服事主 结果我现在面对的是什么样的对待 她有一个受害者的心态 而且你知道她甚至对神有这样的抱怨 我现在对神的抱怨是 你看我这么的好 他们这么的坏 神你怎么都没有管 这是很多基督徒常做的祷告 说我很好 他们很坏 神你都不管了 所以你知道 好像你刚刚所说的 如果要真的饶恕的话 我们都必须要从受害者的心态 里面走出来 还有我们需要从对神错误的认知 里面走出来 其实如果我们今天看 神对他真的超好 神对他保养顾惜 神又对他很温柔 有很温柔的声音 神在告诉他说 你看我的能力很大 你觉得没有什么困难 是我的能力不能解决 我的风可以崩山碎石 我有撼动一些的地震 我有炼进一切罪恶的火 我可以解决这一切的问题 可是以利亚就是在她的受害者心态 跟对神的错误的认知里面 以至于她没有真的走出来 所以其实很重要的 我们真的需要先理解说 伤害的造成 我的解读 我个人是有责任的 我也必须要选择 放下受害者的心态 才能够开始经历 整个饶恕的大能在我生命当中 在我们生活当中 可能都会受到一些伤害 可是我们可以确定的一件事情是 不管我们的感觉或情绪如何 我们都可以做一个选择 去原谅 去饶恕 我们可以做一个选择 不要活在受害者的心态里面 我们可以选择 不要继续活在牢笼的当中 我们可以选择 改变我们的认知 我们看待事情的角度 就会变得不一样 饶恕 使我们得到真正的自由 很开心和你分享我们的观点 也欢迎你在网站上面 跟我们分享你的观点 共享观点 我们下次见 感谢观看 多谢观看 今天能够回头 好好看 Being 一半 li半 一半 再一半